给 这是什么 好漂亮的金面具啊 不过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倩颖不敢受 倩颖 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 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 你难道不喜欢吗 喜欢 可 倩颖真的不能受 倩颖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东西 难道直到现在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倩颖 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 承受不起 公子如此的厚爱 来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你不得了吗 我爱你 你不得了吗 在思念忽患 会伤起 我在黑夜 等你的黎明 我在这里 你在哪里 思念不爱情 情绪而行 这金面具 我为你一人打造 你若不收的 它还有何意义 这么美的金面具 丢了实在是可惜 我 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 好 青春已过曾经 拨弄我的心 久久 梦然平静 梦何时才会清醒 醒来之后 只想看你的眼睛 我在黑夜 等你的黎明 我在这里 你在哪里 思念无来迹 惊喜而行 许多的愿 还留在天边 叶兄 倩盈 我娘和我喜欢清静 所以自行惯礼之后 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 这样甚好 倘若真是平息王府的话 只怕我们兄妹二人还不敢踏入了 吴嬷嬷 这位是叶兄弟 叶姑娘 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 二公子放心 左翼接到消息 我就准备好了 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 对了 让你准备的药材 你准备齐了吗 大多都准备好了 都是双份 但唯有一位雪夫草只找到了一份 倩盈 你看 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 咱们可找齐了 可是 皇上命你把一份药材送往京城 这雪夫草却只有一份 皇上那边啊 咱们再想办法 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材 叶兄 倩盈 我还有药室 就无暇陪你们先搬进我娘了 你们先到府上安顿 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 等我晚上回来 再给你们接风洗尘 二公子请忙正式要紧 不必以我们兄妹二人为念 嗯 这二公子 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看来定是有钥匙 叶公子 叶姑娘 请 叶姑娘 请 叶姑娘看看 还有什么短缺的 是吧 没有了 都挺好的 有劳了 那叶姑娘 且先安歇 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 嗯 奴婢望月奉主母之命 来请叶姑娘一见 你家主母是 我家主母是平夕王侧妃 二公子的娘亲 嗯 请 平夕王侧妃 就住在这里吗 嗯 我家主母喜欢清静 叶姑娘 这边请 嗯 主子 叶姑娘来了 民女叶茜莹 拜锦王妃 不必多礼 看茶 是 嗯 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 如此年轻美貌 优雅端庄 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 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 我齐儿在家书上说 叶姑娘是她心结石的朋友 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 岂儿这一路上 遇到了很多惊险 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 我心里好生感激 王妃言重了 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 我不过是略失与元首罢了 叶姑娘 你虽说是江湖儿女 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 落落大方 我一见你心里就好生欢喜 叶姑娘 你还是第一次来颠渡吧 你且安心地在我府上住下 等我齐儿忙完公务 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 好好地领略一下颠渡风情 多谢王妃 不不不不不不 好 天阳 等 honor 走 倩盈啊 怎么样 在这儿住得惯吗 要是缺什么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你娘给我送了好些 衣物玩物和金银首饰 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 那就好 二公子 你这是怎么了 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 没什么 就是今天去交差时 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 你一路上这么辛苦 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 还不是因为 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 什么金钥匙 倩盈 你还记得吗 永历帝遗物中的 那个首饰盒里 有一把金钥匙 当时你打开盒子看 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 你捡起的东西里面 就有那把金钥匙 是吗 我不记得了 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 我就一股脑的 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 莫非 是书总兵 从永历帝遗物当中 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 难不成 就是那把金钥匙 不错 后来书箭遇刺 那把金钥匙 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 我父王为此责怪我 受不好向朝廷交代 这书箭遇刺一案 皇上已知道 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 那金钥匙 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 如今皇帝已盼他下狱 那这金钥匙 就应该在皇帝手上 你父王 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 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 没想到办成这样 我心里很是自责 英琪 对不起 是我盗走了金钥匙 不过我盗走的 也是一把假的 就算我告诉你实话 你只怕也不会相信 时候不早了 早点歇息吧 二公子 这是什么 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激血浮河 即使我承诺过你的事 就一定会为你做到 好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故事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吴勇气既然已经开始盘问金钥匙的事情 显然是对我们起疑了 我想我们必须赶紧撤了 不然只怕走不了了 不行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吴应齐虽然对我们有点起疑 但没有说破 反而送了我兵机雪浮高 这说明他没有任何证据 如果我们就此撤离 反而坐实了他对我们的怀疑 好 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看看 不过如果形势不对的话 我们只能放弃任务 先撤离再说 太子 此次康熙派你去颠堵抢夺金钥匙 没按着什么好心 若是成功了 自不必说 若是失败了 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也不至于跟吴三贵闹翻脸 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 等我拿到金钥匙以后 我就交一把假的给他 再向吴三贵透露 我们是受了康熙的指使 从而进一步激化 康熙跟吴三贵的矛盾 太子此机甚好 只是吴三贵早已知晓金钥匙的秘密 定会妥善收藏并派重兵跋首 你一个人前去 恐难达成任务 我等师长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跟你一同前往 若有诸位师长相助 此次去颠都盗取金钥匙 定能事成 可是吴三贵的平夕王府 机关重重 咱们这些人除了雪衣居士 没有人懂得机关阵法之术 所以没有她的话测试不行 六师傅去山西追杀裘柜去了 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 盗取金钥匙也是当务之急的 我们得赶紧通知雪衣居士 让他杀了裘柜之后 火速赶往殿都 与咱们会合 这事就交给我吧 最近我训练了一批信歌 正好派上用场